另外秀泰则是进军国际酒店 秀泰宣布跟洲际国际酒店集团签约 将在靠近太鲁阁的新城 打造花莲英迪格酒店 2025年第三季开幕 那么电影大亨廖志的父子 也难得公开现身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瑞瑞精英 花莲会再多一间英迪格饭店 也可能出现住宿新高房价 亲切向媒体打招呼 好久不见的电影大亨 秀泰集团董事长廖志德 跟儿子秀泰总经理廖伟明 久违合体公开露面 宣布重磅消息 秀泰跨入饭店市场 跟洲际酒店集团 在花莲打造集团旗下 首家新级酒店 土地我们二三十年了 我想花莲站里也可惜 所以花莲观光很有前途 我儿子跟印第哥结合 希望带来花莲的观光 电影大亨跨足观光产业 插旗花莲 事实上这座酒店从土地建设 百分之百都是秀泰集团 出资十亿委托 英迪格酒店管理 2025年第三季要开幕 秀泰看重印第哥的会员制度 要打造在地连结 内装建材到餐桌食材 都要在地化 还有小农商店 可以自己DIY种作物 我们比较focus在农业上面 然后比较有机 然后比较深度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种体验 对所以说你说高端也是 但是比较深度 那我觉得是比较质感 那当然是跟其他地区 就是其他当地的这些 其他不同的同业 会有不同的区隔 不过东部饭店业竞争激烈 要杀进这块市场 地点也是一大重点 秀泰将设立的花莲英迪格酒店 位在花莲新城乡 离山水机场 四到五公里以内就会到 当地已经生根的瑞穗天河 则是主攻高档泳池 SPA等设施 而精英酒店则是在 泰鲁格国家公园内 有无敌的壮丽景观 就是干净 然后风平还不错 比较喜欢心急的酒店 电影大亨也进驻花莲这片土地 加上原有的国际 甚至连锁品牌 都要抢工商机 未来花莲住宿 也可能将有新高房价出现 东森财经新闻王家宏 张云君台北财风报道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